部件是要做顛倒過來的 也可以,但是你就要在裡面加個彈簧 它就會把它頂上來 因為我們給學生做這個東西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我們不會再加彈簧 因為加彈簧可能就會發生更多問題 可能彈簧壓力太大,轉不起來 很多這種奇奇怪怪的問題 所以我們做這種是比較基本的基礎型的 基礎了解這樣子 第二個是立體的凸輪 像立體的凸輪,這個會在機械應用上面比較常看到 譬如我們的印刷,那種大型的滾筒式印刷機 或是什麼設備裡面 或是那種織布機裡面才會看到這種立體的凸輪 那確動凸輪就是為了要解決我剛剛第一個說的問題 我把我的凸輪要移動的軌跡都把它框起來 讓它不會跑掉 這叫做確動凸輪 那我一樣會做一些更詳細的介紹 來,平面凸輪 它有分成第一個是平板凸輪 平板凸輪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我們這個凸輪是一個曲線 有一個曲線 然後做成一個